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卖场变成了战场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间美式卖场Costco 27号在上海开幕 现场涌进了大批人潮 真的是人山人海 记得水泄不通 那么消费者是疯狂的抢购家电产品 生鲜食品 还有Costco非常知名的烤鸡 甚至是名牌包包等 记得水泄不通 那么甚至还有人 这个大妈们为了要抢一块猪肉不放手 几乎又把这块猪肉无码分尸 让这个店员在旁边看了 也是无奈傻眼 让卖场一看不得了 很担心会出事 那么开幕之后短短四个小时 就紧急的宣布 下午暂停一夜 一大清早 全新开幕的上海Costco 周边马路出现车潮大排长龙 眼看只剩短短700公尺 就能进停车场 但这一等却等了三个小时 就算没开车来 卖场外的人潮 一样排得看不到镜头 满满都是人 大伙撑着洋伞 顶着艳阳排队要入场写拼 但光是要挤进卖场 就要大费周章 等到好不容易进入卖场了 却发现里面碗头攒动 急得水泄不通 大批顾客西家带卷 疯狂抢购招牌烤机 家电用品和名牌包包 当然还有每只四公斤重的超大龙虾 消费者更是卯足了劲 为了一块生猪肉 大妈们不放手就是不放手 几乎快把那块猪肉五码分尸 卖场店员也无可奈何 你一瓶我一瓶 连清洁剂也从架上一扫而空 许多热门商品 开幕短短一小时后就开始补货 想结账出去还没那么容易 22个收银台全部人满为患 得等至少半小时才结得了账 总购物面积将近一万四千平方米 居行停车场可同时容纳 一千两百个室内及室外停车位 眼见人潮越来越多 推积不断 上海Costco开幕四小时后就紧急宣布 下午暂停营业 第一天开张就有如此盛况 令人折舌 光是冲着食品开封后也能退货的卖点 这间美食卖场可能要在大陆引领风骚一阵子了 现在我们新编译